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帶大家去吃嘉義市的文化路夜市 這個夜市呢 它離嘉義車站 跟我這次入住的李亞行旅呢 都非常非常的近 那這次呢 也是收集了一些資料 來去朝聖一下 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個夜市的東西 真的非常好吃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林聰明砂鍋魚頭 老字號的林聰明砂鍋魚頭 湯雖然濃郁厚實 但不會完全只有沙茶的味道 湯頭的層次非常的豐富 而且料超級多 木耳豬肉片高麗菜 以及非常入味的凍豆腐豆皮 魚肉的質量也非常的好 肉質的嫩度完全沒有跑掉 而且也有讓濃郁的味道湯頭 與魚肉結合 真要說什麼缺點的話 可能就是整碗可能會有點偏油 以及魚肉竟然有刺啊 另外我覺得他們家的冬菜蝦仁蛋湯 也是必點 而這碗湯呢 則讓我非常的驚豔 清爽但濃郁 蛋的香氣 以及蝦仁的鮮甜 冬菜融為一體的清湯 蝦仁的能量非常實在 外面裹著一層薄薄的皮 有一種像在吃餛飩的感覺 爽度滿分 鴨蛋的部分料理方式則非常的特別 而蛋黃的部分則是全熟加半熟 同時可以有兩種口感 一口蛋一口湯的組合 在嘴巴裡面非常的調和療癒 這個林聰明砂鍋魚童呢 我真的推薦大家 如果有來嘉義的話呢 一定要抽個時間來吃吃看 絕對會讓你驚豔 最後再來第二間呢 是珍珍海鮮粥 這個在網路上大家推薦要吃它的海鮮粥跟蚵仔煎 但是呢 剛剛我定位了之後呢 呃 好像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OK旁邊 或者是那個皮鞋旁邊 是嗎我不確定 不過它的距離離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林聰明 林聰明砂鍋魚頭 非常非常的近 走路30秒就到了 但是呢剛剛也發現他們的營業時間是 晚上10點到凌晨的4點 所以也沒辦法確定 是不是就是在這邊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呢 告訴我一下吧 其實我反倒有那麼鬆的一口氣 因為吃完林聰明砂鍋魚頭 再喝了那個蝦仁湯其實 幾乎已經是七八分飽了 因為沒想說 要硬著頭皮再吃個海鮮粥 但是還好沒開 我們就等到下次來的時候呢 再來吃吃看然後再分享給大家 那吃完正餐之後呢 接下來的這一個甜點 我也是覺得 大家如果有來嘉義的話 一定要去吃的一間甜點 前幾天白天天氣很熱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吃過一次了 整個甜度非常的適中 口感非常舒服的豆花 再加上了微糖的豆漿以及花生 整個豆香氣非常濃厚 但卻非常的爽口 晚上來的時候 因為一直在下雨又只有14度 所以呢決定試試看熱的 也一樣是那麼的好喝 冰的解暑 熱的冷味 我真的超愛 我現在 還在思思念念著剛剛吃到的那個豆香 哇真的很好吃 不管是冰的不管是熱的都非常好吃 那麼最後呢我又外帶了一個這個 黃毛鴨頭 這一間東山鴨頭店 這個也是在網路上一間 評價非常高的小吃 那因為剛剛其實吃的算滿飽的 所以我們就也沒有點太多東西 我買了米血糕 鴨針 百葉豆腐 以及甜不辣 其實我覺得它整體價位呢 應該算是便宜吧 以跟台北來比的話 但是如果是跟嘉義的平均價格比的話 它好像又稍微那麼高了一些些 我們馬上來試試看看吧 非常下酒 它滷汁的味道很厚實 非常的厚重 然後帶有一點點的甜味 但是這個甜味呢 並不會把風味給搶走 而是剛剛好適中 那麼蜻蜓點水的一個甜味 百葉豆腐 嗯 百葉豆腐入味的也非常非常扎實 但是 我覺得它的百葉有一點太軟了 我喜歡稍微有一點點咬勁的百葉豆腐 但是它可能滷到那個咬勁都沒有了 所以 我對於它的口感呢 就沒有那麼的喜歡 豬血糕 豬血糕好吃 這個豬血糕我覺得比我 前幾天去 加拿大福夜市吃的那間 炭烤的米血糕 還要好吃 大家如果不知道我吃的是哪一間 炭烤的米血糕的話呢 可以點資訊卡去看看 我覺得這一間 好吃非常多 不管是調味 或是入味程度 或者是口感 都剩 最後呢是鴨針的部分 這個鴨針我咬不動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這個鴨針 並沒有那麼得我心 因為實在是太硬了 咬到下巴都要脫臼 所以整體來說呢 除了鴨針太硬 跟百葉豆腐的口感 稍微太軟了一些 我非常的喜歡 而且它是一個 非常非常適合 拿來當下酒菜的小吃 好啦 那麼除了以上的幾樣小吃之外呢 在離文化露夜市 不遠的地方 有一個圓環 在旁邊有一個 嘉義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飲料店 叫玉香屋 那這個玉香屋呢 我有額外拍了一支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點資訊卡去看看 那我覺得這個飲料呢 也是蠻值得來喝喝看的 但是如果要排隊排太長的話呢 就請大家自己稍微斟酌一下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在文化露夜市 分享的幾樣 我覺得還不錯的小吃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必吃 但是我沒有吃到的東西 也歡迎留言在底下 那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下一個夜市要去哪個夜市吃 那在那個夜市裡面 又有哪些東西是必吃的呢 最後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 噗